是的,Sony這次真的很成功 不過成功在甚麼呢 就是我覺得它這次的保密程度非常之成功 它推出了這部Sony的A1 其實就是全世界都沒有人收到封 大家看回其他Rumus的網絡 根本就是完全無料到 之前有講過可能會出一部Curve Sensor的機器 或者是出一部超高感光度的機器 原來全部都是錯的 現在原來它會再出一部 就是今年或者應該是去年應該要出的旗艦機 那就是A1 這部機器就是昨晚才公佈 其實就馬上已經有很多人有很多的回向 其實大家都看到 世界各地的Youtuber其實都是沒有實機器在手 那就可以看到Sony這次的保密程度 是真的做得非常之足的 那真的不希望有少少的風流出去 即是說都被其他的可能競爭對手知道 在這個年頭就已經出這部旗艦機了 那其實呢我就覺得 這件事就不是真的非常非常之驚喜的 那其實是因為呢 其實在去年的東京奧運 應該各間廠都要出他們的旗艦機來迎戰 那但是就可能有其他的因素影響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疫情的關係還是怎樣 那現在就 即是奧運都已經減不減成了 那推到去2021年 那現在才再出這部旗艦機呢 那所以其實就 我都覺得 真的不是說非常之想不到的了 那其實呢 來近今年呢 應該其他廠都會出招的了 那 那這部A1呢 其實就在它公佈之後 大家有很多的留言 有很多人都會覺得 哇 那這部機器超級厲害 那這樣 那其實呢 就真的看你的碟太而已 如果你本身是做開眼照攝影的話 那其實就是 不論你是做Fashion也好 做體育攝影也好 做新聞攝影也好 那其實這部機器的 影相功能上面呢 就應該是 很fulfill 到大家所需要的東西 那 那 但是以它五萬元左右的定價來講 如果鬱子一算 再加上Sony香港的一貫的定價 我估計它是50990這樣的定價 那 大家就會覺得 它的8K 和它的4K 100架呢 其實就未必真的這樣幫到手的 那 所以就可能 會有部份的人都在想 就是 如果你不要影片的部分 只是著重拍照的部分 然後做一個稍微便宜的機身給我 叫做Alpha 9 III 那當然就會開心一點點啦 那 但是 都沒有辦法啦 就是 廠商呢 你就真的 未必可能 那麼要求到它 是做一部 那麼specific 給某些人去 做 開工的相機 那 因為現在其實 很多東西都是 眼照和Video都要兼備的 那 所以就 它現在出一部 旗艦機叫兩飯都 齊齊的話 其實我都覺得 沒得 怎麼說 會不會 究竟 要它 減了Video 拍攝後 收便宜一點點 可能就難一點 當然它的連拍方面 是非常之厲害 就是去到革命性的 30FPS 那 當然是說 Full Frame 你說Full C 神速都已經有 Clock Mode 的30FPS 那些我們不要計 那 它 30FPS 其實是有少許局限的 就是 好像之前Alpha 9 那樣 其實去到20FPS 的時候 其實那個Raw 都不是完全沒有壓縮的 那現在這部Alpha 1 都是拍攝30張的時候 就會變成 Compressed Raw 那 究竟是多少bit 其實它就不會實際怎樣說 但是我估計 都是跟Alpha 9 之前 一模一樣 可能是12bit 那 究竟 現在會是14bit 的Compressed Raw 那 真的要再 到時 可能要問回廠商才知道 那如果你是要 Un-Compressed Raw 那它就是 去到20張的連拍而已 那所以 究竟 這件事情 對於你自己來說 是否影響這麼大呢 那真的好看你的要求 那如果你真的在追求 純粹追求速度上 總之我是要拍到 但是我未必需要這麼多後製的話 其實Compressed Raw 對於你來說 就未必真的影響這麼大 講到那個連拍 今早就已經神那麼早 有些朋友 出了一條片 就說 它的電池續航力 其實都是大概 四百多五百張 那如果你拍連拍的話 每秒三十張的話 就是十幾秒 就扯光你的電 但是其實呢 我不知道它到底是 想跟大家開玩笑 還是太久沒有用過相機 那其實呢 你知道 好像之前 講到Canon那部 EOS R5 其實就算用20張連拍 你不斷在那裡 它都不會幾分鐘就玩完 那 因為其實去到連拍那個位 其實電量是不同計法的 大家都知道 又或者不要說那麼遠 如果你之前是用過Alpha 9 的話 你都知道 你用20fps來拍照 其實拍回 可能半天左右 那部機器都不用換電 我覺得這方面 真的不用那麼擔心 究竟那部電的續航力有多厲害呢 我估計 其實大概都是 跟現在A7系列的機器 都差不多 就是一部電 正正常常 就這樣拍 應該都是玩到半天左右 那如果你拍片的話 可能都是用到兩三小時左右 但是去到拍8K的時候 那部電 又可以取得多久呢 那真的要到時有實機在手 才知道 一講到我8K 很多人都會馬上問 究竟那部機器過不過熱呢 其實我都 雖然現在暫時 大家都沒有實機在手去試 但是我覺得 不過熱就假的 那基本上 這些小小小相機 去到現在這個時刻 就是因為 其實你要知道 8K這件事 現在才是剛剛起步 現在這堆機 拍到8K的東西 全部都是打頭陣的 那如果在這個8K 都未去到很成熟的時代 那你已經要求到 那部機器 一些小小的相機 可以拍8K 而不過熱呢 那其實真的吹目求疵 我都可以告訴你 你真是浪費氣了 其實如果真的 一部這麼小的機器 都可以不過熱的話 那真的 其他video機 真的會收得皮 那你不要只計8K 就算現在4K 120格 那樣 你不停不停搶 其實它都是會過熱的 那 是真的一些video機 好像現在拍攝這部 的FX6 那這些機器 真的不會過熱 因為它當然裡面 有很強勁的散熱功能 那這些都不再多說了 總之 你期望這部機拍8K 不過熱呢 真的算了吧 還有呢 一來就已經有朋友 把這部Alpha 1 和EOS R5 一起做個好像 對比一樣 然後就說 Alpha 1 會完全擊敗這個EOS R5 那我就覺得 如果這件事 在一般人說出口 其實就好像真的沒有什麼問題 但如果是我們說 就很明顯是 極度是 一定是被人放在網上公審 大佬你知不知道 機器的定位在哪裏 你拍照 你也沒理由不知道 那部是叫旗艦機 R5是像一級的機器 要比的一定是等 Canon 出一部 叫做真正的旗艦機 叫做R1 才可以讓大家做個比較 你說可不可以 完全壓倒性去擊敗這個R5 當然 其實相機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就是對焦那些東西 那其實就 真的要去到 有實機在手 大家可能對比一下才知道 但是你說 是不是真的 厲害到飛氣呢 我暫時就不覺得 會是 厲害得那麼誇張的 雖然 它對焦上面 可能是加了 這個動物的IAF 然後 現在是 拍照仔都會拿到眼睛 但是 你用過R5的用家 又會知道 它是 比起之前的 上一代的相機會厲害了 但是 是不是 現在再出了一部 新的機器 然後又同樣的功能 會壓倒性 那樣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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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正常常 讓你可以拍到身體 然後 很穩定 對焦 這個是 應該是會的 但是 你說 拍片上面 是否可以壓倒性 擊倒這個R5 我有少少保留的 因為始終大家都還是 雙隔 不是太 大 距離的 科技 所以其實 我就覺得 在散熱上 或者是 就算 按鍵 其實現在 大家都是要走回H265 其實 都是 沒什麼大分別的 到 拍完之後 放在電腦 可能都是一樣 所以 我也覺得 在這方面 暫時 沒有需要做太多的比較 我們一向都不會把 那些 規格 逐一數出來 因為其實 大家上網看都看得到 但是 想說回 有一個功能 其實也挺厲害的 就是 它現在的閃燈同步 其實都已經可以做到 這個 用電子快門 然後 都可以用到閃光燈的 而且是去到有200分一秒 那這件事 就真的 比較革命性 大家 講了很久 要做到 閃光燈同步 再加上 這個電子快門 的話 理論上 就應該是要用 類似 Global Shutter的技術 才可以做到 那 現在就終於 第一部相機 叫做 叫做 給到一個 比較合理一點點的快門 然後可以用到 閃光燈 所以這件事 真的是 其中一個賣點來的 也都 代表了 科技 開始 好像去到新的一部 我覺得 所以這件事值得說一下 還有如果用回機械快門 閃光燈同步 就可以去到 400分一秒 那 就 雖然你說是 比起那些 旗艦機 是 叫做多了一級 左右的快門 那 也算好過沒有 起碼 叫做 一個 沒什麼人開發過的領域上面 其實現在都 推進了一點點 起碼 除了在電子上的 有一點點改良之外 其實在機械上面 即是 快門簾上面的設計 那樣東西 其實都應該是 有一點點改進的 所以這件事 我覺得 Sony 都應該要賺一下 另外一個功能 就好像大家都沒什麼提過 就是 其實現在都是有 Pixel Shift 那樣東西的 雖然這部機器 就沒有 A7R4 那樣高像素 其實只差一千萬像素 那 但是呢 它都照有Pixel Shift 理論上 我猜它應該 可以合成到 一張大概 一億多像素的相片 那 那 這件事 可能大家都已經覺得 是 一些 旗艦機 應該 是 基本的 配備 所以就 沒什麼怎麼說 但實際上 真的有 保持這個功能 一開始也有說 很多網上的 留言 都說這部機器很厲害 那 其實呢 從我自己的角度去看 我就有 一點點的失望 失望的位置 其實就是 為什麼 出到一部真正的旗艦機的時候 它都是 用回以前一貫機身的設計 那究竟是 Sony 對於自己機身的操控是非常有信心 還是 其實 一貫的用家都給了很多 feedback 就是 哇 這個機身真的完美 有沒有什麼好改善呢 那我真的不太知道 那 最簡單就是 我經常都說的PASM轉盤 那 其實呢 為什麼我經常都提到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 在咸豐年前 有些機身就已經是真的沒有 沒有 PASM的 轉盤 那 真的一個Mode 那已經可以是 就是 用來轉那個拍攝的模式 的了 除了這部之外 其實之前的 富士 GFX100 其實都是在玩同一件事的 就是 單按一顆 就已經可以轉到拍攝的Mode 那這件事呢 我就覺得 就是 Sony其實都去到 叫做 第四代的機身 那現在再出一部叫做 就是 旗艦之中的旗艦 踩著α9 那 但是它的機身的設計呢 其實就 不會讓人覺得 它 這個是真正的旗艦機 然後它的操控 是比起 下面的機是 完全不同 另外一個體驗 我就這樣看回一些 現在它機上面的按鍵 就跟這個 α9 那 A7R4 那些 那些 就是完全是一樣的 那些按鍵的排位完全是一樣的 那 除了是 即是機身左上 角的那個轉盤 那就可以給你教練拍Mode 那 其他東西就真的 沒有什麼大分別的 那 除了就是 換上新Menu 那 其他操作上的東西 就真的 沒有什麼大分別 那 所以我就覺得這件事 是有點失望的 另外一件事 就是 就是 我們都算是 叫做 少少 傳統上的單反用家 那 因為以前用過一些 旗艦的單反 那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用這個 有直到的 一體化機身的 那 那 這件事其實就 對於 玩家來說 可能是一個負擔 但是 拿出來做事的時候 那 這個機身的設計 其實就是 都很重要的 那 我之前用過這個 GFX50S 那 其實他也是可以 另外加一個直倒的 那 但問題呢 就是 他的直倒 因為其實 始終都是傳統式那隻 轉顆螺絲下去 來 鎖緊的 其實呢 當你這樣 直倒 這樣拿著 相機的話 那 力向這邊 滑下來的時候 其實都 我都試過幾次 是令到 直倒 會有 back contact 那 這件事 對於你 要穩陣地開工的 用家來說 其實是一個 幾大的問題來的 所以 我經常都強調 就是想 有一部 叫做有直倒的 一體化的機身 但是 這次都是沒有的時候 我 都是另外一個 令人比較失望的位 那 還有就是 當你 如果這部機 是轉了做一些 比較簡單的 按鍵式的 轉Mode 的按鍵之後 其實就 變了多了一些空間 可以給你做一些 機身螢幕 或者是後置的螢幕 其實這些螢幕 就這樣拍攝的時候 已經可以看到 機身的參數 就變了 不用 下下 即是可能 如果你用LCD來取經的話 那些 Display 遮住了 你的構圖 即是 如果在這些位 可以看到 你現在在拍攝 JPEG RAW 機身的電量 有多少 或者是 現在用什麼 Widebar 那些全部都在這些小螢幕裡看 其實就是 是幾方便的 但是 這個Alpha 1 也是 沒有這個 最後 都是說回 少少video上面的東西 其實 大家會看到 可能是 五皮野一部機 現在都是 有 8K 有4K的一八甲 那 都會覺得 會不會是 踩到video那條線呢 其實我也覺得 推8K 這件事 這一兩年 是 各個廠商 自在必行的 要做的事情 來的 其實 之前的 東京奧運 已經是有 8K的廣播 所以 其實 大家都應該 要做一些 踩到8K的事情 來 回應一下 告訴大家 告訴大家 這個世界 現在我們開始 走8K了 當然 你說 這個時刻 很多人都還是 用不著 我的螢幕都還沒轉 但是 這個時代 是會一直走的 今年不走 你明年都會走 明年走的時候 你也是 說了一句 就是8K用不著 不能這樣計 所以 我覺得 時代是要進步的 大家都要進步 其實 看到很多 YouTube 都已經轉了 4K 來 給人看 所以 我也覺得 去到這個時刻 要繼續走8K 都是 摸口飛的 所以 導致這部 Alpha 1 要去到 五千萬像素 都是 一個 必要的 改良 就是 因為 你始終 拍8K的影片 每一格畫面 都要三千多萬像素 所以 接下來的 旗艦機 如果大家 都是 向著 8K的方向 走的話 理論上 都要 超過四千萬像素 所以 其他機 我估計 都會 以這個 好像大集會的 形式 有這麼強勁的連拍 再加 超過四千萬像素 其他方面 究竟 還可以怎樣去改良呢 我估計 另外那兩間廠 應該都是在機身操控上面 會有些功夫 始終 他們做開 這類型的旗艦機 我估計 之後出的那些 都會 按照設計 還有 會有 這樣的 預測 頂多 是 可能是 或是 你說會不會 再強勁 我都覺得 未必會 但是 是不是 要去到 這麼強勁呢 很難說 是不是 去到最後 最後 就是 很多人都會覺得 現在的機器都去到 這麼強勁了 會不會 就是 我給五皮 之後 就可以拍到 很棒的照片 那我都可以告訴大家 當然不會 那 因為 其實 就算說現在 怎樣對 雀鳥仔眼 怎樣強勁 之類 拍體育的東西 可以怎樣強勁 但是 拍雀鳥這樣來計 你拿著長炮 你都要跟到雀鳥的 那不是說 他對到焦 你就等於拍到的 你都跟不到 他一起飛 你已經出了鏡 那 其實你拍什麼呢 這些機器 是可以 不停地再提升 他的性能上面的東西 但是 其實大家 都要想一下 怎樣去提升自己的技術 尤其是 拍新聞攝影 或者是體育攝影 再加上可能生態那些 那你就 如果一般的 入門的玩家 一些攝影的玩家 你就不要覺得 追到這部機器 你就會有這樣的能力 去拍到那些照片 真的要自己去研究一下 究竟 別人拍到那些 生態照片 或者是一些 很漂亮的 看項目 抓到某些時刻 其實就真的 不只是靠 那種連拍速度 或者是 對焦很厲害 那些機身上 叫做 感上天花的東西 來拍 真的要靠 那個 背後的大路 去設計 去想 再加上 近來有些片 好像都誤導了 有些觀眾 就是 如果你要 突破自己的樽頸 那可能就要 換部機 換個大些感應器 那其實就 真的 好看你自己的思維 那 那 攝影的東西 構圖 當然都很重要 還有就是 你構圖之後 裡面有些什麼 都知道 只是說黃金比例分割 都未必是夠的 好像一些 藝術的感應器 或者是一些 你自己 調配一些人 或者是 事物的東西 來去堆砌構圖 那些都是一些 機身 性能上面 以外的 一些很重要的 元素 來的 所以就 大家 努力一點 除了去 研究一些機器 怎樣勁 怎樣勁之外 都真的 拍多些照 研究一下 攝影 背後應該有些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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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